尼采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哲学家 他提出的永恒回归 Eternal Return 哲学命题深刻地触及了关于时间 生命和存在的本质问题 今天早上的一次经历 使我回想起了这一命题 让我不禁思考我们的日常生活 如何与尼采的思想产生关联 今天早上我的闹钟响起 而我却因为前一晚的不安稳睡眠而感到疲惫 于是不经意地关闭了它 继续迷失在梦境中 梦境延续了很长时间 直到闹钟再次响起 尽管实际上只过去了短短五分钟 我再次按下闹钟 试图延续梦境直到第五次响起 我才完全醒来 这一系列事件让我感到每一次闹钟 响起都在不断地重复着同一个梦境 一个关于漫长人生经验的梦境 时间仿佛变得特别漫长 这种经历让我联想到了尼采的永恒回归命题 尼采认为宇宙和时间是无限的 一切都在不断地重复发生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永远地重复你的生活 是否会选择过你目前的生活 这个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反思 在我今天早上的经历中 虽然时间并没有真正的倒流 但我感到每一次关闭闹钟 都像是一次短暂的时间循环 一种微小的永恒回归 这个短暂的时间周期里 我再次面对了同样的选择 是继续沉浸在梦境中 还是醒来迎接新的一天 尼采的哲学命题强调了我们 的每个决定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因为它们可能会无限地重复 尼采的永恒回归思想还提醒我们 生命是宝贵的 每个瞬间都值得我们珍惜 如果我们要面对无限的重复 那么每一次的选择都变得更加重要 这也促使我们更加谨慎地 思考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 以确保我们不会因为不慎地 选择而陷入永无止境的重复之中